这周一连五天的T聚焦单元 要带您来看到是全台各地花朵盛开的美景 今天要看到的是位在苗栗铜锣科学园区的 台湾客家文化馆 道路两旁的黄花枫林木正盛开 迎宾大道就好像是客家人好客的精神 而园区内的粉红樱花也绽放直头 四季有不同的花卉可以欣赏 成为了苗栗的后花园 黄花枫林木盛开季节 全台兴起一股赏花乐潮 而为在台湾客家文化馆的同科南路 整排的黄金枫林木盛开向您招手 就如同是客装浩克精神一样 以美丽姿态迎接游客到访 道路两侧的黄花枫林木绽放直头 飘落的花朵洒落满地 如同特质花坦 金黄色的饮兵大道好浪漫 苗栗铜锣科学园区也有赏花秘境 通往台湾客家文化馆的同科路 被懒得一片金黄 当年都没开心情的法 有心来安排就会想做主持人说 不但像你没感觉自己的繁养 你没感觉自己的老朋友 今年你应该请的时间来 看着自己的 春暖花开 黄花饮兵之外 还有粉红樱花壳上 在这里上班每天都心花开 很像在仙境上班 对啊 因为仙境瓦瓦瓦瓦 对啊 不像瓦瓦瓦瓦瓦瓦 对啊 看着那种法院吃 爽办一爽办 可是看着法院 不差 反应的就不差 等候 季节交替通过山区 雾气缭绕 仿佛仙境一般 赏花皮有一番风情 三月有黄金风铃木櫻花 四五月份 油桶花将皆许绽放 同科台湾客家馆 不仅是苗栗后花园 搭配雾气气候的特色 成为山花仙境